在俄罗斯挑战普京总统的人有一种共同的命运,就是最终死于可疑情况。 阿列克县纳瓦尔尼是普京最知名的批评者,他的调查影片在网上获得了数亿次观看,他成了一种威胁。 他在西伯利亚监狱突然去世,这在全球范围内成了头条新闻。 不久前,还有叶普根尼·普里格金,他曾是普京的盟友,但在2023年领导了一场短暂的叛变。 几个月后,他死于一次可疑的飞机坠毁事故。 鲍里斯·涅姆·佐夫是一位反对派领导人,他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被人连开四枪。 记者安娜·波利特科夫·斯卡亚批评俄罗斯是警察国家,他在2006年被谋杀。 前克格勃特工亚历山大利特·维尼科对普京持批评态度,他在伦敦喝了一杯被俄罗斯特工下毒的茶,之后去世。 商人帕维尔·安托夫否认自己是批评乌克兰战争的WhatsApp消息来源,但不久之后,他从印度一家酒店的窗口坠楼身亡。 批评乌克兰战争的寡头拉维尔·马加诺夫,则是从莫斯科一家医院的窗户坠楼身亡。 克里姆林宫坚决否认与这些死亡事件有任何牵连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